相抢三人行 马先生 跟咱们这个潘采夫 你们还是首次一块聊 对首次 第一次 所以说呢 按照今天最新的这个理论 咱们仨就算生死之交 我们这个摄像导演 都叫亡命之徒 说今天在北京 出来这叫干嘛呀 今天北京能出来见面的 都是生死之交 能出来工作的都是亡命之徒 听说今天北京能出来约会的 都是真爱 今天出门就算聚众吸毒 在路上确实是出租车 有好几回差点碰上 看不见 我跟你说 就我们这个切相导演 一个女的 刚才我说 她老公开那车 不是带那车上那个 拖到4S店吗 结果4S店检查 结论 就是雾霾给抖到 中雾霾了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了 还有这个问题呢 就是那个奥迪车 奥迪车的LED灯改了以后呢 在全球都没有问题 进北京就不行 老出故障 然后他们专家就扑过来了 就是因为这事是很大的事 因为它毁容啊 你跟车的LED灯 它那LED灯一个节一个节 它有几个不亮 就毁容嘛 全是雾霾搞的 天哪 就是雾霾的原因 就是说全世界没有这么脏的空气 所以这个没有做防范 你不能让那个灯都戴一口罩上街吧 说今天早晨就一拉窗帘 觉得眼瞎了 睡过了 睡到晚上了 睡过了 我的个人感觉啊 就是好像今天是最严重的 就不是今年的这个冬天 我怎么 不是今年是有感受以来 有感受 我怎么觉得比去年北京的雾霾 真是暗无天日啊 鬼影重重啊 就是这个感觉是就像夜里 对 就屋里屋里的感觉就是晚上 就是傍晚了 是不是有一个特殊性啊 就是他有雾 我感觉就湿漉漉的 有吗 他要把雾跟霾 他俩要一结合起来 这个颗粒可能就中了 刚才我看那个手机上 已经一千报表了吗 超过一千只呢 哎 你可以看看照片 我们这搜集了一些啊 现在这朋友圈刷爆了都 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主张出一下 你瞧瞧 这是尔东升 尔东升在微博里拍的 前天 昨天 今天 他得他得不今天这看着还不是那么严重 实际上是就眼睛看的比这个严重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个哎 笑是现在要不说该到笑点 你们能不能该到笑点 就是这个 不是这个的 这个这一组照片的标题叫做什么呢 叫做北京现在啊 能发射的都发射了 你再看下边 能发射的 什么叫能发射的都发射了 对 你看这个大楼的形状全尖尖头的像不像运载火箭 对对对 能发射的都发射了 你看 这 这是人民日报吧 人民日报那大楼 人民日报都发射了 你再看下边 哎 这张照片非常出名 这是朝阳公园陈炼的 哎 照片的名字叫做丧尸围城 这个有可能获奖 这张照片能获奖 哎 这个 大楼杆需要标明啊 然后你再看 哎 哎 超过1000呢 1178 我不知道这个当然是自己的一个一个探测器 对对 自己测的 还有PM10都超过将近2000了 你知道这个明显的感受啊 就马路这边看不见马路那边 就很很明确 我刚才坐在车里是在中线 看马路两边都 人都是磨的 对 那很厉害了 哎 采夫有就有什么段子给聊聊 我啊 我是周末不是去郑州 咱家去书店做一个活动啊 嘉宾的是有一著名作家叫冯杰老师 嗯 河南做协副主席 他一生都用这个我们浦阳话 说话不说这个普通话 嘿嘿 你坐那 呃 我们卖成郑州 欢迎你们卖成北景的 哈哈哈哈 这个我们都是卖成 但是这个味不一样 我当时听的是什么味不一样 你们北景的卖啊 空共污味 我们整轴了卖 春扑感天 哈哈哈哈 你要是多西两口 还有少玉米干了味 哎呦 当时把全场给乐的 嗯 就是我就当时就有个感受 就是我们中国人啊 就是尤其是我们河南人 是最善于把苦难化成欢乐 来娱乐大家 对 其实心酸在自己的肚子里边 哎呦 但是说北京雾霾没味儿 是他没来吸 北京雾霾一定有味儿 因为我 我是昨天到北京的嘛 今天比昨天还重嘛 昨天特别明显 因为我是一早起飞的 呃 我在宁波待了三天 那个地方呢 呃 只有20 PM2.5 只有20 待了三天 空气很新鲜 然后来的时候呢 飞机在高空的时候 是阳光灿烂的 然后说开始下降的时候 还还还比较舒服呢 突然一下就就进入地狱了 就那种感觉 一下就下来了 这一下来吧 就什么都看不见 以为到了叙利亚战场 然后下来以后 等出了机场以后 马上就觉得气味非常大 因为你可能在这里头 不感不感觉啊 感觉不出来这个味道 你要在北京 如果你在那待几天 突然回来 那个气味非常大 马老师是北京人 所以对我们河南人的幽默呢 他就是他比较严肃嘛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那冯杰老师 含着眼泪这么说的 嗯 那确实是郑州的那个埋味啊 含着玉米杆味 烧烧烧 这个建筑阳尘味 尾气味 那比北京的是要醇厚一点 但是这种是很痛苦的一种感受 真是我 你说马老师北京人 我也曾经就是自认为是北京人了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现在真是 十二桩 十二桩的机场也飞不起来了 你知道吗 现在我就觉得真不想 哎 我是这个 刚回来 就是感觉太明显了 对 就我现在两个鼻子 都是堵的 痒痒 两个鼻子堵的 而且我 我怎么觉得我这个肺是 到底是一种神经过敏的感觉 还是真的 我今天就想赶快 肯定是真的 因为昨天有个新闻 我那个看完感触很深 就有一孩子弄了一百天 拿着一个工业吸尘器 就他自个发明的 就在北京马路上走一百天 最后吸出一块砖来 这一块砖 他把这个 这个洗下来的粉尘 到那个烧砖上 不是老太太 是个小伙子 就是小伙子 是个小伙子 对 是个小伙子 弄着这个 这块砖 那我就想 这块砖 我天 那要都吸的人 那肺里得死多少人 对不对 听说中国政府 也不一定是政府 要从国外 这个进口 这个您说的 要把这个PM2.5 给弄成手势 什么金属 因为它富含各种 这个金属元素 他们就进行 很大规模的吸收 这种空气 来给它加工成金属手势 然后来卖 说听说中国要 大规模进口 这类新机器 专门针对中国市场 我碰到过 神人就是说 他发明了一个东西 说只要推广 北京就没这事了 什么东西 他是把北京的 所有的楼 全改成吸尘器 就是所有的楼道 都要开开门 这楼道不是 跟烟筒是上去吗 上面有一吸尘器的装置 就是以后 北京市所有的楼 就变成 就变成巨大的吸尘器 所有的空气 都要从这流通 我说那这楼 还上得去吗 进去之后 庞大的风 在轰着你 往上走 这种想象力 还像当年的 牟奇钟 想的那种招 不是 现在 我是觉得 真是生命垂危了 我都有这么一种感觉 现在他们 我那个微信朋友圈 就在开始提醒了 你一个孩子怎么办 我的助理的 家里的小孩 送医院 医院里一看 都是小孩 呼吸的 太可怜了 有一个 好像感染控制科的 这么一个主任 他发的一个提醒 现在在网上流传 就是说 咱们现在回到家里 要及时清除 在外边沾染的雾霾 我怎么清除 洗脸 洗手 清洁鼻腔 特别是清洁鼻腔 就是说 你要用清水 纯净水 轻轻的这么吸 然后连的鼻涕 一起醒出来 就不能使劲 使劲 没毒死 先枪死一个 我终于理解 我同事在办公室 早上嚎得了 说我以后再也不剪鼻毛了 原来是看了这个铁子 是吧 对对 以后什么毛都别修剪 都不能修剪 都能洗到一些防尘的 所以 将签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马先生 但是你说今天过一千 过两千的 但是美国有一个大学研究清洁空气的 这么一个好像是个中文名字的 这么一个学者 他讲 我今天看到 他说过一千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可能现在咱们等同于1952年 伦敦烟雾事件 当然具体成分有所不同 但是他说这个浓度 那伦敦死了一万两千人 当时 对 他现在是这样 因为我们刚才是开车过来的 你的视觉感受 绝对比看照片拍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当时我就拿手机拍 我拍完了以后 那就看着手机的效果 还算透亮 手机这东西很毁容的 现在有什么 本来没的 他本来看着 一点都不通透 他手机现在有功能 拍完了 美颜 美颜了 对对对 找不了词了 给埋给美了一下 我就没敢发出去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看到的要比这个恶劣 你想想 所有路上都开大灯 对不对 所有汽车都开了大灯了 白天你开大灯 那个大灯在这种 这种雾霾的空气中 它传播并不远 那种感受非常不好 你知道他们现在 就又发出一个当年人物 发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 文章叫做埋困北京时 就是 是前些年发的 但是就是说 最初北京刚发现 这个雾霾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看了他这个文章 我觉得 这家伙这是 国家安全问题 你就 他讲 讲到几个地方 值得说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有30多年 飞行经验的飞行员 陈哥 只能发出 复飞指令 因为从空中望去 北京城像是一个蒙着黄光的蒸笼 能间度低于800米的时候 跑道灯 也失去应有之效 于是这个陈哥呢 把这个 他的空中客车A321 重新拉起 在附近城市寻找 更好的机场 降落 最近几年里 他已经这么干了 至少三回 老实说 让陈先生这样的老飞行员 在冬天少飞几趟北京 甚至成了他所在航空公司的隐形福利 而且 然后就是说 这个 密实的悬浮颗粒 对于光线来说 就像一堵墙 能见度下降到三米的时候 这座城市里超过46.4万个 可以横向旋转360度 和数向移动180度的摄像头 全成了瞎子 你明白吗 现在公安局看不见我们了 全成了瞎子 在一堵墙跟前再怎么转 都是徒劳 如果有恐怖分子趁雾霾天 发动袭击怎么办 恐怖分子也找不着袭击目标 恐怖分子自个儿都找不着自个儿 对 我觉得这个百姓呢 还是有一个 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心态 但是大家这个传播的信息啊 很多人简单的方法就说我逃离 但是很多人不能逃离 这个城市这么几天 你说你逃离 也不成就编段子 编段我看的比较有意思的段子 是这样的 就说我早上出去啊 说什么都没看见 没看见呢 说这个心里就堵得慌 堵得慌 忽然看前面有一算命的 有一千筒 就晃了半天抽出一个筷子来 抽出一个签子来 说什么呢 说这个天气有物啊 前途无路 说您给我算算命 老头说我是卖早点的 你拿我筷子干嘛 就这意思 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用这种方法来自我解潮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城市 这些段子是不是有些部门 或者说有些机构给放出来 还其实提升一下雾霾里边的幸福指数 让人家好过两天 要不然全是愤怒 所以 控诉 对 这也不小 有些不懂得这个苦心的人 他就愤怒了 对我们这种就愤怒了 对 他说这个中国人就是这样 这老是这么编段子 苦中作乐 他说但是我高兴不起来 几千万人在这个受害 对吧 所以他但是我也想跟说 我说那你说怎么着呢 那这是一个几十年来的一个问题 累积到今天出的一个事 我经常说雾霾问题和这个中国足球问题 是这个我们这个的很难治好的两件事 你就是 这俩有什么关系 中国足球呢 就是你比如我们从去年啊 或者前年开始重视足球了 几万个足球学校一块上 孩子们开始踢 也会踢了 那什么时候足球上来呢 十年以后我们的U16什么 然后或者21就开始成绩起来了 但是你看这个 这个下届世界杯的预选赛 不是又栽了吗 就是你不是说你一重视 我改了 我不用以前的办法了 我就能出现了 那是不可能 那这个 那这个太好的一件事了 雾霾也是 当你把你的工厂 你的钢厂建在首都 建在首都的周围围起来的时候 你开工了四五十年 你从去年说 哎我改了 我今天不再搞这个了 那他不可能说 我仓我天就亮了 这不可能 这个结构问题 你说这个钢厂 我那天就看着 就说河北 我们河北省的那个钢铁厂 有的钢铁厂 是今天他估计就停了 你知道就我说 我们进入了工业时代 可是呢 实际上工人现在又变成了农民 因为农民是看天吃饭 现在我们河北的工厂 是看天开工 就像今天这雾霉就停工 就不上班了 明天放晴了 好又练钢 就是这个 他钢厂有可能是 我们现在吸的霉呢 是人家钢厂一星期之前的霉 人家停工了之后 我们一星期之后晴了 您还要注意跟宿源 这时间差 这有时间差 这还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想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是这霉肯定是钢厂来的 就是原因 我看过很多次各种分析啊 说什么的都有 一个比例啊 什么都有 比如有人认为就是汽车的 但是我们的汽车保有量 虽然很高 但是上路啊 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多 因为世界大城市的车都很多 你看美国 你到曼哈顿 那车都是车头顶车尾的 它也闻不到有什么气味 你说我们的车的标准不够高吧 大部分车也都通过检验标准 按理说都应该 应该是一个干净的 就再不干净 也不应该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极限 就人容忍的极限 我发现一规律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埋呢 有可能是上一次开会留下的 就是说 我这马尔是不是说 哎 很奇怪啊 为什么这个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天就特蓝 嗯 它实际上呢 它是把那工厂给憋住了 建筑工地憋住了 工厂停了 什么之类的 全停 哎 会开完了 说可以生产了 原来是一天18个小时 现在24个小时生产 以前呢 我要进行把这个环保的管子给安上之后 我能生产 比如说一个 我现在我开工 俩 把失去的光阴全给夺回来 然后把失去的雾霾也给造出来了 对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是报复性的 报复性生产 对吧 你这个报复性的晴天啊 可能会带来报复性的霉天 对 那你赶上气候 今年因为湿度比较大 嗯 湿度 下雪下 那么提前 哎 我怎么觉得好像感觉是跟北京共暖 这个统一节奏的 那肯定是 供暖是肯定要燃烧的吗 这就说咱们家的 咱们的国家 咱们家的咱们国家的煤呀 忒劣质了吧 就说 也不是煤到不劣质 是燃煤技术不行 跟不上 那他有可能比如说工厂开工 冷气开火 加尾气 各上升10% 再加上空调也开始烧 那就一下就累积了 总数就起来了 就所以 我就觉得 今天早上 我有一个感觉 末日黄昏 虽然是早上 我一看窗户外边 我说我没见过这样 就简直像 他们说上海是魔都啊 我觉得北京 正午12点的时候 我在 家里跟挂着床帘似的 我就很纳闷 我以为是挂着床帘 我说床帘怎么不拉开 一看床帘早拉开了 就是完全是那种 呃 就是比傍晚还难受 傍晚那个难受 好在是透亮的一个黑 这是一不透亮的黑 你什么都看不见 而且你说为什么 就是我还看着一个 就是讲啊 呃 美国做 向一些公共安全的专家 发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挺挺逗的 就是说啊 你愿意生活在 911 就刚爆炸完的 911废墟上的空气里 还是愿意生活在 北京 雾霾天 重的这个空气里 呃 至少有一些美国学者 竟然不给北京面子 就是 就是说 有一个美国教授 他就讲 我宁愿生活在 911的那个废墟上的空气 他说因为北京的这个买里头啊 有我们非常害怕的 这个拱 签 阁 就这些 我刚才想跟你说呢 就是 我们这节目 其实应该邀请一老外 过来一块谈买 因为咱这肺吧 不是老值钱啊 抵抗力也挺强的 真是外国人在北京的 那个痛苦的指数 因为大家每一个老外 必须都戴着口罩 那个神情很悲悲伤的样子 走过去 我就让他过来这哭诉一下 有可能他的感受 要比咱们的体验更深 不是 他有一个 我也不是太理解 你比如说 那个伦敦户的时候啊 伦敦是这个彻底工业化以后 带来的一个恶果 我们没有感受到一个彻底工业化 对不对 我们的真正工业化 觉得工业化大干快上了 反而是改革开放之前 重工业都是那时候上的 改革开放以后 就是轻工业开始动了动 对那是土法炼钢的时候 怎么没炼 没有这东西 农村都弄的小钢炉 这么炼 对啊 连那个中药厂都炼 那个五几年的报纸上说 大炼钢也说家中药呢 全程笑话 那是炼丹呢 对 那时候你看 真的中国工业往上 就是大干快上的时候 没听说有这词都没有 还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量的问题 就是全民炼钢的年代 说超音赶美 它的钢产量跟现在能抵上 二十分之一 我觉得就了不起了 GDP的总量和盘子 在这 体量 现在 但是你现在炼钢干什么 技术要比过去好很多 就是相对来说 污染度要减轻很多了 就是跟五十年代 那五十年代 这边还拿风向呢 那直接就 那就可以这样说 就是如果那个大炼钢铁 炼上十年 这中国就全黑事了 它好在啊 烧了几个月之后 没钢了 什么都没了 树都没了 基本上 而且要不说 我这是明星脑残粉呢 我碰见什么事 我都替他们操心 我今天我还突然想 我说那些明星们 其实应该利用这个好机会 这个你可以牵着你的女朋友 在大街上享受一下 自由的空气 对吧 狗仔队连长镜头 他也看不着 他怎么拍你 对不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不是专家了 我只能跟你讲 就是资料里看到的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是造成雾霾的根本原因 哎 现在 那是什么专家 这不是 谁都知道 是因为排放造成的 是他有具体的 如果以北京市中心为原点 画一个半径为100公里的圆 圈内的各种工厂 2010年 总共烧掉了 5700万吨煤 就是这么大 还有机动车 油品质量低劣 啊 等等等等 甚至还有厨房油烟 什么都算进去了 连那个 那时候制雾霾的时候 都说这个 面粉厂都得停工 我说那面粉 跟这事有关吗 说也有关 反正是粉就不成 那时候真的制雾霾的时候 农村的小磨都不许你 磨面 连面都不许你磨 我们就是治理的时候 那个强度超过任何政府 治理的这种强度 对不对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又这各种蓝都出来了 挺高兴 但是呢 突然又成这个天 这个天呢 是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 因为我觉得 应该是越来越好 对吧 我甚至都看到前一段的数据 都说我们埋是确实数量少了 感觉也少了 也不像前两年了 突然来这么重 来得这么重呢 我们都忍着吧 你就别给我们发这种各种 就弃我们的信息 比如我刚接到的信息 就是说未来七天是蓝天 你说这信息是不是弃人 你未来七天是蓝天 有点像什么呢 我就打一个不通俗的比喻 大家都听得懂 就这人腿舌了 医生跟他说 半年以后你能站起来 这事有关系吗 对不对 那你未来的七天是蓝天 我们知道要永远是这个天 那大家都得走人 对吧 你知道这是一种喜剧理论吗 老师 这种喜剧理论 就是说一个人在话语上 说着一套东西 但是在他的背景的现实里 发生了跟他说的完全相反的情况 而且这是一个新闻叙事的艺术 就是说他有一个程序设计 他有一个话题的设计 就您这个刚才说的那个 就跟我在看的一个调查 什么接近一半的群众 什么支持取缔 什么转车什么之类的 但实际上的数字是超过一半的群众 是支持做这个东西的 对啊 这个有关部门 他就是发在了公共媒体上的 他就跟说 这瓶子里还有多少醋 说有半瓶子醋 还是有半瓶子空间 他就这么说 这剩了半瓶子醋 是还有半瓶子醋 是这个意思 就看你怎么说 就是让这个不太动脑子的读者们 失去判断力的 这个实际上是 哎呦 真是 你想想你看到未来七天是 是这个 那个蓝天 那你想这雾霾才三天 七减三还赚了四天 你肯定这么想吗 对不对 这莫名其妙吗 你不能这么说 我未来一定要有蓝天 只要这西北风一刮 是吧 大家都盼着哪天刮风啊 现在话题是这个 不是 现在我觉得咱们就面临一个处境 你觉不觉得 就说中国人呢 现在是最没耐性的 就脾气急啊 就是包括我在那 都希望这个事马上办到 对吧 你看雾霾 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真不容易 有的时候啊 媒体一闹起来 或者什么问题严重了 好像感觉这市场 已经马上明天解决 大家给你喝彩 但是偏偏我估摸着 我估计啊 这事恐怕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吧 恐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咱们这孩子 要是在北京的话 你就是 那你怎么办 包括现在进行的一个大盘的 什么金经济一体化 我觉得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 就是致埋这个事 一体化呢 就把污染高的那些产业呢 就往外迁 甚至连 我觉得连唐山的钢厂 就给撵出去 一体化就是保卫首都的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这个和这个呼吸安全 那都在里边的 所以这个东西 你就像你说的调整 我觉得十年可能差不多 这就跟中国足球似的 正好十年 对对对 但他们可以等 我们怎么办 那没办法 我们只能扛着 但是我也我也想 就是我们替政府去说呢 就是今天 就今天此时此刻 我相信政府都在开会 各级 从国务院到北京市政府 绝不可能 有点惦记 这么大的事 没有人反应 不可能 他们肯定都会连续 用着反应 对 这市长一出门 他也着急 你就是谁负责谁着急 是不是 这个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市长就没法出门了 每次都说头呢 那叫什么王安顺 是吧 对对 王市长说了 那是戏言 那是戏言 戏言 但是那怎么办呢 你没办法 那现在就是 我觉得都着急 谁都希望那天 我都退一步想了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他污染轻点 我也就认了 结果我都想成这样了 你想想 这个实在是不能容忍 而且我真是觉得 就有一种电影感 真的 要不说 咱不能拿这些东西 当取笑 但是确实我今天走出去 我就觉得有一种 恍恍惚惚 但是北京雾门 有人挺高兴 我的一些外地同学 你们北京人不是 牛吗 北京户口 你们考试还加分是吧 买你也多点 听我们多吸点 他更高兴的是卖口罩的 只有他一个人高兴 人都不高兴 我现在俩口罩 一个白的一个黑的 PM2.5的 PM1.0 不是10 10.0的 哎呦 真是 现在就好多人 就是在北京干完活 马上就留 没法就马上就留 北京有可能会成为一个 大家的工作的地方 然后外国 台湾 就应该说 我是